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河南省的郑州市 今早有几千名被握的储户举行集会示威 当局调查警察和便衣前来弹压 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 场面一度混乱 大约有三千多名被握的储户 今早突然在郑州市中国人民银行每战集会 抗议政府勾结黑社会 毫打土债上房的储户 今天示威者打出各种抗议的横幅 指控政府联合黑社会 毫打储户 譴责河南政府腐败 呼吁人们反压逼 争取人权和法治 有横幅写着要自由要平等要公正 被握的储户还指出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 利用通天的关系 扮认届中心无访村富鸿马 并指他实施的三灵政策 即是灵常访灵事故灵案件是掩耳道理 抗议者还拉出横幅针对中国梦 40万储户的中国梦破灭了 从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 可以听到示威者齐声呼喊 李克强还我钱 李克强查河南 这样的口号 一些视频显示 大批村警服的人员和便衣人员 排队跑步进入示威的现象 然后便衣人员冲进人群 同示威者发生肢体冲突 联络一团 据介绍 近这几个月来 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爆雷 导致40万家庭的存款消失 涉及的金额可能达到人民币400亿 这些储户去河南省首府郑州土債和上訪 受到了当地警方和身份不明者的 嘔打和抓捕 当局甚至用防疫的手段 将土債人员的手机变成红马 限制这些人的行动 但是 今天的事件当局不断地删帖 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在四月份 无意境冻结了储户的存款 至今已经超过两个半月 而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履役 不单只是今次河南村镇银行 400亿案件的关联人 还涉及多起金融高官的落马案 包括中纪委查办的中央金融大老虎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旅役 关键时刻还能够在重重交管下 便跟国籍顺利地逃出国门 堪称是有一个賴枪声 有分析指出 旅役背后有来自中央的保护神 今天下午 新华社的公众号发了两条消息 一条是河南省银保监局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 正在加快核实 四家村镇银行客户的资金信息 制定处置方案近期公布 提醒客户尽快登记 另一条说 又组岛履役为首的犯罪团伙的多名嫌疑人 案件正在征办之中 但是就并没有提及今天出现的示威活动 据中国央视新闻的报导 7号至8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福建的福州全州考察 他强调要全面管制新发展的理念 高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落实好找经济大盘的政策 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找市场主体 找就业保民生 着力巩固经济恢复的基础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报导指出 李克强还听取了福建找就业的回报 与此同时 中国民航业规选严重 中国民航业 已经有12间航空公司资不抵债 据香港网媒香港01的报导 内地民航业因为疫情持续遭受重创 据中国民航局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 民航产业整体亏损达人民币1089亿元 其中有12间航空公司 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内地媒体第一财经报道说 中国民航局年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8号举行 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在会中透露 疫情前内地民航业连续11年获利 2019年利润总额达到549亿元 疫情爆发以来 累计的亏损 接近3000亿元 宋志勇说 2018年2019年内地民航业的营业 创收军突破了一兆元 而今年上半年营收只有3072亿元 比疫情前下降了41.8% 他指出 受疫情反复的影响 上半年民航运输跌落低 每日航班量最低的时候只有2967班 比较2019年的同期衰退了17.8% 整体产业的亏损达1089亿元 在收入瑞减的同时 民航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却在不断增加 据民航局的统计 截至目前为止 中国的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82.2% 比较疫情前 上升了11.9个百分点 其中有12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超过100% 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中国的民航局 日前提出以现金补贴规选的企业线 统计划 自5月21日开始 内地的航空公司 执飞国内线载客航班 如果一趟的收入 没办法和运行成本打平 亏损的部分 将获得政府的现金补贴 中国多地出现疫情 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说 内地9号新增344宗本土的感染 包括65种确诊的病例 279种没有症状的感染 涉及的地区包括安徽 江苏 山东 上海 广东 甘肃 福建 海南 河南 广西 浙江 天津 江西 陝西 内蒙古 等等 其中广东新增25种本土的病例 而今天 广州市的海珠区、月秀区、天河区、丽幻区 在10号开展全区全员核酸检测 而中山市的三角镇 开平市的四个镇界划定为风险区 广东新增的病例当中有一半是来自茂名市 茂南区已经在昨天下午6点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部分区域实施临时的风控管理 另外中国甘肃的兰州市 7月11号起 实施临时的管控措施 包括全市公共娱乐和文化活动场所 暂停营业一个星期 据兰州发布微信公众号7月10号发布的通告 为争取在最短时期里面 实现冠病病例的清明 兰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自7月11号临时起 在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 实行一个星期临时管控措施 另外看看丹东 丹东连续开展4次的全员核酸检测 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冠病疫情防控指挥部 7月10号通报 已经成功地撲灭了524的疫情 但风险并没有解除 从即日开始4次的全员核酸检测 根据微信公众号丹东发布的消息 丹东市7月3号至5号 连续3日社会面 无新增的阳性感染 间隔3天之后 7月9号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 无新增的社会面移阳性感染者 已经成功地撲灭了 从5月24号开始的新一轮疫情 不过 通告说 作为边境口岸的城市 丹东市周边疫情仍然在持续 主城区仍有中高风险区并没有解除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巨大 为了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将从7月10号开始 在11号、13号、15号、17号 集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看看国际消息 南非的酒吧发生枪击案至少有15个人丧生 昨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附近的索伟托 一间酒吧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索伟托的警方说 还有几名游客受伤 其中一些人被送往医院 情况不容乐观 据警方告诉国际新闻机构说 根据目击者的报告 一群男子昨晚乘坐出租车抵达酒吧 马上向游客开火 游客突然听到枪声 之后人们试图跑出酒吧 据当地媒体报道说 有23名游客被子弹击中 今天早上 受害者的尸体被从酒吧移走 调查正在全面展开 在酒吧里面发现了多个子弹壳 警方说表明有多名的枪手 警察还说 枪手是随意开枪的 目前还不清枪击的动机 上个月底 在南非沿海城镇东门敦的一家酒吧里面 发现有17个人死亡 而目前还不清这些人的死因 俄罗斯国会一读通过 《战时经济法案》 在俄罗斯经历了乌兰四个半年的战争之后 俄罗斯希望使其经济更好地适应军队的需要 俄罗斯下议院 即是国家杜玛 星期一读通过了两行法案 允许政府强制公司向军方提供急需的商品 此外 为了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工人可能被逼加班不得优价 其中一项法案附上的一份声明说 军方需要新的材料和武器的维修 才能够继续在乌兰开展军事行动 这两项法案都是由俄罗斯政府向国家道马提出的 不过还没有通过二读和三读 然后才能够获得上议院的批准 并由总统普京签署之后生效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告诉国家道马资 在俄罗斯经济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制裁压力之制 采取的措施对于帮助军队是必要的 国防工业的负担显著增加 为了确保武器弹弱的供应 有必要优化军工部门 和在合作链中的企业工作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方的导弹 袭尼茨克地区公寓有15名平民死亡 俄罗斯在乌兰的 袭尼茨克地区发动了导弹的袭击 造成至少15名平民丧生 在查西夫亚尔一个住宅公寓单位部分倒塌 有几十个人被困在阿力之下 顿列茨克州长说 这间公寓 被一辆卡车上发射的火箭击中 这是一辆可以快速连续发射几枚火箭的卡车 克拉马托尔斯克距离被炮击的城镇大约20公里 在战争之前 这里有大约12000名机民 是乌兰机械工业的重镇 随着俄罗斯人慢慢进入乌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这座城市 可能是俄罗斯人最新的主要目标 目前俄罗斯和乌兰的战争处于相似的阶段 双方互相声称取多了一些进展 最后看一条荷兰的八卦新闻 荷兰47岁的华裔女星有小鲜容的身份 男方只有29岁 延年47岁具有华裔血统的荷兰女星Gatje Schumann 之前曾经与演员Tweish-Roman结婚 他们生了个女儿叫三年 分手之后 他在2019年同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徐司 Frik von Lottweil 结婚 又生了个女儿 叫做Coco 但是那段婚姻也没成功 两个人去年离婚 今天 Gatje Schumann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 29岁的Lik Slyvershof 是他的新男朋友 祝福他们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